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到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中秋节意味着团圆 也承载着对大丰收的期盼 如今越来越多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也过中秋 国际时讯将从今天起推出 青春与共月上中秋系列报道 走进几位总台联合国中文日青年文化使者 来看看这些外国青年 对中秋节有着怎样的理解 今天我们来认识 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英国小伙 司徒建国 今天我会讲解的优传和服务 在中国的中秋节节目 中国人们吃月蛋糕 因为他们的软性 意味着家庭的一切 今天我吃了12月蛋糕 最好的味道是五月 中秋节快乐都要吃月饼 司徒建国来自英国 但对于中秋节的讲究 他如数家珍 过中秋节有两个必须的 一 吃月饼 二 看月亮 每年我就会叫一个天桥 或者一个合适的位置看月亮 吃五人月饼配一杯牛奶 太好了太好了 我强烈推荐你试试 2007年 司徒建国从牛津大学毕业后 来中国旅行 当时北京正准备办奥运会 他被这座城市呈现出的活力 深深吸引 因此决定留在中国学习汉语 定居中国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 在中国刚刚兴起的视频网站 2016年 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条 在少林寺游玩的视频 收获不少粉丝 从此开启了 用视频记录中国的旅程 他去过中国多个省份 对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深有感触 2020年中秋节前 前往四川大梁山 悬崖村探访的那次经历 令他印象深刻 留下了一家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在 从云约的约约 在13th和14世纪 所以明显 这些人应该是很难 让他们留下了 他们的家庭 但是现在 他们不必须 这些路线 to go see the doctor walk along here to go get supplies everything they need is at their doorstep 我后背痛 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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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 插锬 直到一半 i think i'm gonna go down oh my god 下去更难 and here i am at南平社区 i'm blown away by this place it's incredible so big so huge so pretty as well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 去过很多村子拍摄 比如四川梁山 伊族自治州的 悬崖村和阿波罗哈 那儿的变化巨大 我也看了很多扶贫项目 我觉得这些扶贫项目很有创意 并不是直接给钱 而是可以一直帮助那儿的当地人 脱贫之后 这些项目还在 还会继续 所以当地人的收入会一直提高 我觉得这是扶贫项目最出色的方面 2020年中秋节之后 司徒建国又去了浙江墨干山 当起了河掌 今天我将成为河掌 或者河掌探 绿水庆山就是进山引山 那玄书记 你会每周几次清理河水 两到三次 两到三次 这条河十年二十年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十年前我们这个河里这个鱼也没有的 鱼也没有 现在也有很多鱼 其实河干山有好多河掌 都是哲研哲 工作一定都不容易 但是他这工作的意义非常大 所以中国之十年的变化很大 很大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很骄傲 而今年的中秋 由于工作原因 他还是打算与父母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度过 中秋节的仪式不能马虎 他早早就开始给远在英国的爸妈挑起了月饼 伯布和韩媚媚分别是他从网友那里 给爸爸和妈妈征集来的中文名字 中国的网友们纷纷给司徒建国支招 受司徒建国的影响 他的父母也开始喜欢中国文化 2019年 他们曾来到中国旅游 所到之处看到的景象 让他们频频发出赞叹 司徒建国记录中国的视频 也收获很多外国网友的喜欢 不少人留言说 想要来中国亲自体验一番 很多英国朋友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喜欢上了中国 其中一个让他五岁的孩子 开始学中文 镜头之下 司徒建国记录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也记录了自己的丰富经历 他说 未来希望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 继续用视频来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 我希望通过我视频 让那些没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更加了解这个国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残军 虽然我们几千公里 我希望大家一个长期的生活 so that we may share the moonlight together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